全台面临缺蛋潮 所有卖场几乎都是一蛋难求 台南就有城市设计师 特别研发了一个职员地图 任何人都可以及时来回报 各个门市的鸡蛋库存状况 而另外在台南鸭姆寮市场 有一间知名的手工烤布丁店 也受到了蛋价影响涨价 而且想吃啊 还得提早三天预约 手工布丁烤出漂亮的金黄色 口感绵密 这是台南鸭姆寮市场知名美食 受到蛋价影响 不只价格调涨 想吃还得提早三天预订 我要先吃掉蛋 这样子就造成我们成本压力增加 如果超过50克的话 前三天要先预约 因为我们要先确定 蛋的数量够不够 业者说现在叫一箱鸡蛋 要3000元涨了三成 就连牛奶也涨了两成 一颗手工小布丁 从原本18元变成23 Guba布丁则是调涨30元变成130 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 因为好吃 跟其他比起来算蛮便宜的 普遍都在涨了 所以就连强间 这样刚出炉的纯手工布丁 一个个分装好 就算价格上涨 还是有民众一买就是一大袋 另外全台面临缺蛋潮 由城市设计师特别研发一套 淡淡前线支援地图 红色代表说它已经没了 绿色说还有很多 黄色已经快没了 每个标记代表一间店 透过全民回报 哪个卖场还有库存 一目了然 才不会白跑一趟 因为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自己在买鸡蛋的时候 它其实都买不太到 有朋友提到说 可不可以制作这样一个地图 之前有做过口罩地图 那运用口罩地图的程式 然后很快就可以把这个地图做出来 把过去程式重新改写 虽然使用上很方便 但从根本解决缺蛋问题 才是挡务之急 旧红不齐海南报导